大家好我是旭哥 歡迎收看旭哥抽轉彈 那復活拳RS即將推出這個聖王他是復刻的轉彈 那這次會把之前所有的角色 像聖王、帕爾斯、費迪南、瓦薩爾還有溫蒂尼 這五隻限定點全部都復刻這樣 然後把他擠在一匙 之前是分兩匙抽嘛 現在把他全部擠在一匙 算是一個蠻特殊的玩法 那假如就是你之前沒有抽就是聖王這些角色的話 那我建議可以抽一下 尤其是這個聖王1.0還有這個費迪南 這兩隻可以抽一下 那其他的話就是加減抽 然後溫蒂尼還不錯 那其他就是沒什麼在用 像帕爾斯還有瓦薩爾 基本上沒抽到或是有抽到沒有在用也是還好 主要是這個聖王1.0基本上是必抽啦 就是因為他的招式很好用 那這個費迪南也是很強勢的斬屬性角色 所以這兩隻基本上 建議大家把他抽到手啦 沒有就是賺的話那也沒關係啦 就慢慢等之後吧 之後聖王也會有其他版本這樣 有賺的話建議就是 你現在沒有聖王1.0就把他抽到手 好 那現在就是來看一下角色啦 這裡面的五隻呢 三隻是旭哥有的 分別是這個聖王啊 直接看角色 聖王1.0呢他在這個有魔改過 他有稍微魔改一下他的這個加成值 他的加成值有稍微魔改了一下 稍微上調了一些 那其實重點不是他的加成值 而是他的這個 主要是加碗力和速度 他的能力值 重點是他的這個勝利之施啦 他可以buff我方的碗力 體力速度智力啊 那個是很多高難度關卡都很好用的 然後其他像是這個有全體的這個 屠家養的這個 揮舞回旋擊也很好用 天國俯充SS然後單體的這個屠家養也不錯 就是這幾個都不錯啦 然後王者氣量啊這些招式 被動技能組也都很好用 但是現在聖王2.0更好用 可以讓聖王2.0去繼承這個 勝利之施這樣 好他這個這個槍的秘訣啊 裝備槍的時候傷害上升嘛 精神亢奮常駐傷害上升效果大 王者氣量就是他回合結束的時候 BP的加碗 基本上他的技能組都非常實用 所以聖王現在這隻還是分數還是 我記得有98 就即使就是在那個 日版呢他們出了那麼多角色之後 聖王這隻1.0還是分數還是 非常高 所以就是基本上必抽啊 好那其他的像是溫蒂妮這隻呢 溫蒂妮這個版本呢就是 可以當做收集圖面啊 他的招式呢像是 活力之水水錘都還算蠻實用的 這隻主要以加智力為主 然後加成值也還OK 堪用 智力加92%再加17還堪用這樣 活力之水就是補體力然後 就是體力上升補血 HP這樣 然後水錘嘛就是很常見的 冷加打然後BP6的 還可以降制這樣 雷霆一級就是單體的 單體的SS的暈 威力那個10SS BP是10 基本上就是還OK的角色啦 可用可不用的角色 好那這隻呢他有就是 回復的時候可以提高這個智力和精神 效果大然後還可以回復呼吸就是說 自己回合 加自己的HP 再來就是有這個精神亢奮第四集 常駐的 傷害上升效果大的第四集 所以這隻溫定妮可以抽也不錯啦 就是圖還蠻好看的啦 就加減抽 沒抽到也沒關係那種 那再來就是這個費迪南 費迪南我沒抽到 我要講一下那個另外有一隻 瓦薩爾 瓦薩爾其實是 我基本上都擺在倉庫 第一個難角啊 第二個就是 水屬性的角色蠻多的 就慢慢練起來這樣 那隻力加成還不錯啦 應該可以加到96吧 還97之類的96吧 好 那這個 含氣呢第一招就是 單體的人屬性然後降敏捷 所以就是打一些降敏捷可以用到瓦薩爾 再來呢雷雨就是全體的人加雷 這個是全體技 再來 咆哮風暴呢這道比較特殊 他是會反擊的這樣 就是說他是一個 先放一個全體技之後呢他會再 放這個漩渦術會反擊 就是 他假如被打的話用漩渦術反擊 威力吸這樣 好 那他會用這個漩渦風 像我這個已經練到99級 他就會用99級來反擊這樣 再來精神抗憤呢就是 RUN開始的時候我方的存活者精神上升 他直接BUFF我方精神的 這還不錯啦 再來 尖程鐵壁就是可以把他當作個坦這樣 他就可以在受到攻擊的時候可以減免 那個100%傷害然後機率中 就是看運氣 運氣好的話就完全不會受傷 鐵壁守護就是受到攻擊的時候他受到傷害會減少這樣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個 魔法坦 魔法坦蠻有趣的角色 魔法坦 但是目前不缺坦所以就沒有特別用他 那但是 招式也都還不錯啦 抽到可以加減完然後沒有用也沒關係的角色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最主要就是聖王啦 那這一時算是第二大獎是這個費迪南 費迪南他評價95分還是蠻高的這樣 那加成值的話就是 腕力在132名 智力384名 體力190名 精神402名 速度110名 冥結171名 魅力100名 愛在350名 大概是屬於中間的位置 那這一隻比較特殊的是他的技能組還蠻強勢 那第一招這個揮劍威力1然後覺醒的話是BP0 BP0就是說他不需要消耗BP沒回合就可以一直回BP這樣然後還可以 Buff自己的腕力 腕力上升 就還蠻好用的這樣 就是然後第二招呢這個 威力1然後BP9 BP9絕對兩次的話BP7他可以打2到4次斬家圖雙屬性 雙屬性就還蠻強勢的因為吃斬家圖的還蠻多的所以就是這個雙屬性還蠻好用的 然後又打2到4次這樣 他打4次的話就很痛啊 只要BP7就可以打到4次其實是非常強勢的招式所以他這一隻就是 分數位那麼高主要是因為這一招 然後第三招就是 威力1BP15然後斬家圖全體技然後 用完之後自己的腕力會下降 也是跟他的另外廢迪男的那個另外版本 差不多會自己降自己的腕力還蠻好笑的 好那主要這隻賣點就是他的第2招啦 第1招第2招都還不錯用 應該就是第1招第2招這樣接來接去用 第3招應該基本上是不會特別去用他 就是12招這樣互相使用因為2到4次只要打4次真的蠻爽的這樣 所以這一隻喔這個深配性喔 色色的 今天怎麼那麼那麼嗨 好那這個反攻迴避呢這個 就是被攻擊的時候可以迴避這樣 的第2級然後還可以就是 順便反擊 然後再來呢屬性腕力3就是WICK攻擊的時候他腕力會上升效果大 然後再來是 常駐傷害上升效果大這個精神康分第4級 喔這個是什麼 有點嗨耶深夜 有點色色的 這這次不是卡曼是 不是動漫是真人啊 好那麼嗨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另外一隻 另外一隻帕爾斯帕爾斯就是也是可有可無 帕爾斯一直都是這種角色 就是 還不錯啊但是 沒有他也不會活不下去那種角色好這個90分 那腕力加成在72名然後 智力326名體力111名精神361名 速度266名敏捷204名然後魅力231名愛宅351名 這個帕爾斯還有這個打之號令 所以就是 可以就是buff我方可以當那種打屬性的隊伍的就是一個buff機也可以 可以可以這樣用這樣 他第一招威力1然後bp5覺醒的話bp4 bp4的全體技 蠻實用的啦OK的 就還加減可以用的 第二招威力S bp9 覺醒的話bp7那這些招可以降置 降置的招式 也是算打一些關卡可以用到 再來就是 3個S的招式 bp覺醒3次的話bp12然後可以buff自己的玩力 就是效果大這樣 bp12但是開場還是放不出來啊 所以就是有點尷尬這樣 好 那打之號令就是把火方全體打屬性 兩個回合 然後再來這個煉氣旺盛 攻擊命中時呢會回復自己的bp也是機率的這兩招都機率的 第三招就是 傷害上升效果大的這個精神亢奮的第4級 基本上打之號令還算實用啦 降置還OK啦基本上這隻角色就是 可有可無啊 基本上因為基本上你一定會擺女角嘛 你會擺妹子啦 你會擺啾啾啾嘛 你會擺什麼一些 很多聖王啊什麼一大堆妹子都可以擺 問題你也可以擺啊很多 基本上你不會特別用到他啊 你還有這個什麼米爾子啊 還有什麼最終皇帝女要用啊 超多的 所以基本上這一池呢就是抽聖王然後廢敵男 然後主要還是聖王 聖王1.0這隻基本上是必定要入手的 好啦那今天公寓就錄到這邊啦 這一次的這個聖王 最新的轉蛋那這一次一次篩了5隻非常爽 還沒抽的就賺到了啊抽了就算了抽了就不用抽了 沒抽到就賺到了就把這隻抽好抽滿啦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一切都清大氣 然後開始回答